屏幕手机就是比华为好 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很可能会寂寞一部分人 但是你们先别急 作为一个手机数码博手来说 站在我的角度和立场上 iPhone确实让不少自媒体的人离不开 而且iPhone的视频能力 也是一众安卓厂商望尘莫及的存在 这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当然你也不能否认的是 很多人就是喜欢用华为手机 就是它的信号好 但你们说 苹果的信号能比华为好吗 用不的都知道 不可能对吧 所以看到这个问题 应该还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输出事实观点 去得到他人的认可 而不是强行断章取义 强行辩护 这样只会给自己喜欢的品牌抹黑 再者就是还要根据自己的需求而定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咱们爸妈五六十岁的一个年纪 苹果上那些什么 隔宫投送啊 CarPlay啊等等的这些功能 他们能用上的概率几乎为零 而他们更多的诉求 其实就是简单的上上网 然后拍照好 品牌影响力不错就可以了 那么我就想请问 这三点 华为是不是更适合他们呢 当然也有像小杨这种爱折腾 追求性能 又经常拍摄或者搞直播的 那么苹果就是要更适合一些 所以啊 你们千万不要试图把自己的想法 去强加给别人 一个产品必然会有自己的一个受众人群 你始终要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人无完人 鸡也无完鸡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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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